嗨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來看一下關卡是我們的火雞龍之傳說超級 超級有看到我帶的隊友 對是大聖配史萊姆王 很奇怪的隊伍沒有錯 可是有些時候就是要有一些特殊一些idea 搞不好有特殊不一樣的感覺 剛剛有試用高級打了一下感覺還蠻順的應該是沒問題的 可能比較有問題的是第九關吧 其他的部分來講我是覺得應該是ok 前面先除個CD 有看到我有配一隻Eden對不對 為什麼不用轉星 因為有些時候雖然這很難講 你就算說那麼多轉星搞不好有時候還是會卡住 四隻轉星給你可能還是會卡住這很難說 所以我才配一隻Eden 基本上他補血 絕招開下去補血每回合有一千多 有五回合會一直幫我補 所以基本上是保命應該是沒問題的 就是要掛掉的時候開Eden 再來第二點他的恢復力很高 我要的就是他的恢復力 這個隊伍感覺上我會覺得會比 受隊的倍功好用一點 因為史萊姆王雖然說只有一倍的攻擊力 可是換個方式換個心態去想啊 現在我用了史萊姆等於是純色隊了 我變所有隊員都有加成到攻擊力了 而且我邊打還可以邊補血 這個打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穩定性也蠻夠的 因為有適合用那個受隊配大聖 好像沒有那麼理想 雖然說全部都轉星 我配一隻魔羊啊 可是不好用一直死掉 所以我找一個看比較穩定的隊伍 我認為是史萊姆王會蠻適合的 Eden是蠻關鍵的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沒有史萊姆王的話就沒辦法了 就是你敢找隊友了 可是可能要看你平常跟朋友 有沒有常聯繫就請他換個角色這樣 然後大聖就不用說了 你可以考慮換防龍啊 你轉出夠快的話應該沒問題 因為轉出還好 每次在錄影的時候都特別爛 可能邊講邊轉吧 會沒辦法專心 不然三到五combo是跑不掉了 前面來講就是一直轉而已 還好啦 不是很難 唉唷我也lag 怎樣 好大聖就是盡量保 保持都滿血 因為我剛剛試了一下 因為王我算了一下 打我大概4000多 我每一回合補4000多 配上Eden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我講的是extra的王喔 因為我剛剛在試的話 那個試高級的時候 每回合補4000多沒有問題 而且我要Eden可以開絕招 應該是ok的 現在屬性豬反而是比較沒有用的 因為我攻擊豬就是新豬了 因為我攻擊豬就是新豬了 大概三combo而已 只要一錄影就變了個人 有沒有 攻擊豬消一消 流星豬就對了 或者有流可以轉的 對我而言 水豬不能轉嘛 然後 暗豬不能轉 應該就水豬暗豬 火豬吧 水暗火 不過沒什麼差 我就是一直轉就對了 這個如果覺得很無聊 可以直接跳到後面去看 可以跳到第5第9吧 因為第9關應該是關鍵吧 不過7萬多爆發一下應該送得走 第5關是個小關鍵 我 補血 我那個轉 轉珠不記得用 以為還有3000多 那應該補得很輕鬆 那應該是沒問題 我看到 配一燈補血還蠻快的 好 這樣可以再產生一個強化的 好 沒心轉一下 好 只怕沒心然後 檯面上全部都是 屬性豬啊 這個這個如果運氣不好遇到 一燈開下去了 好 所以我覺得一燈開下去 比 減傷那個好用 而且一燈本身的 恢復量 這個剛剛前面有提到過 就是我要吃它的恢復力 來看一下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一個鈴聲 那個 好像是 應該是我弟 鈴聲 忘記關掉了 等我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大家 要等我一下 因為蠻吵的 好 嗨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鬧鐘鈴聲 射了 人又不賽 這樣要破壞我的手感 啊 真的 對他順道一提那個 史萊姆王的大技 一樣也是可以在關鍵時候用 因為你combo多的話 補血就會多了 至少你有三顆星的話 應該補血就不是問題了 有三顆星珠 看你啊 看 看你的使用 習慣啊 但是關鍵是變成說 每一回合 你要保持滿血 這是蠻重要的 你基本上要有星轉 你屬性數就要轉掉 你屬性數不轉掉 不會掉星也不能轉 好像我說的暗珠火珠 我是用不到的 暗珠火珠水珠嘛 不能轉的 有1燈的高回復力之後 我3combo都可以浮3000多了 我3到5combo這個服 我的血量就還蠻驚人的 說真的 本來一直在考慮要不要用這樣的隊伍 但是我想說先去高級試一下好了 不然就浪費體力 總是要有人去試一下 小弟不踩就要當做試煉瓶好不好 沒星就轉一下 基本上 正常的星就夠用了 不用特地再轉還是怎麼樣 等到沒有星就再來轉 因為我有4獸隊配大聖 每一回合你都要轉 抓那個攤魚不好抓 這個只是我想要攤快 因為好像有點久了 錄一錄檔案太大了 容量比較大也要攤很久 要說 神魔隊也應該算 算神魔隊 那個星我剛剛是故意不轉 因為我要稍微聚一下氣這樣 把他兩隻的CD轉回來 比較關鍵的啦 第9關啦 我是認為第9關才是關鍵關卡 哎呀 受殘 然後他好像現在 只有光珠 只有 黑狗可以轉 這種就比較討厭 這樣就5000多了 沒有星珠 轉一下 當然是轉多的啦 不要轉少的 沒有必要說因為我有兩隻珠 另外一個就不轉 全體攻擊一下 剛剛星珠沒有轉掉 看全體攻擊的攻擊力是還蠻可觀的 我是覺得還不錯 我習慣性就是一直過去轉星了 所以要留意一下屬性珠有沒有轉到 像你看我這個火珠水珠留一堆 這到下一局會很危險 漂亮 這樣我就可以慢慢綠了 這樣就很好 只有按住而已 因為這一回合打 第8回合搞錯了 剛剛還以為要打第9回合 沒有全體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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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注意到 這時候應該要轉一下才對 歐耶 歐耶 差點死在這邊 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不能輕敵 可以看到這樣的補血量 會蠻驚人的 一次就補滿了 我只有開一次喔 出去而已喔 血七萬多CD2 我可以打一回合 所以這一回合我先不轉 一樣要全體攻擊 1600多還OK 這個還有三回合 這個 一樣我沒有全體攻擊 哎呀 兩combo 一回二打七千多 攻擊還蠻大的 這個我們轉一下 這個好了 因為三隻的攻擊力 四零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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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 一二零九零 基本上是比BOSS還強 這邊反而是比較注意的地方 轉得很爛的 無所謂啊 好啦 這樣就清掉了 因為打BOSS 反而你會覺得 比這三隻好大 不要死在這一關就好了 沒有新豬 沒關係 我們先不轉 因為這一回合我才會被扁 基本上每一回合應該都出現褲子頭 11928 11928 11928 減掉 7724 所以一回合4204 看起來是蠻危險的啦 那其實只要 每一回合都補到全 應該就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不喜歡看到褲子頭 這樣看起來好像蠻危險的感覺 5-5千滴都沒有問題 這個的話 危險的就像現在這時候了 只要開下去了 因為我這兩隻 這個還有CDE 趁五回合我基本上都轉回來了 像這種情況就是 要救命就是救這種情況 的時候 雖然說應該還是會補滿 只是說 我們卡新豬保險一點 哇 轉成這樣啊 靠一燈幫忙撐一下 哇 哇 這個運氣要很好才能夠連續卡 不容易欸 連卡新豬欸 有時候系統設定要給你死 你不得不死 說真的我現在還是蠻緊張的 一場打蠻久的G調啊 有點 不會講 補血量都還ok 你只要補到就ok了 3-4左右吧 這樣組合3-4combo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稍微轉一下 炸豬把他清一清 穩定性是還蠻ok的啦 不要手殘啦 要手殘就不會 就不會有事了 雖然說我已經蠻手殘的 但是還是沒掛掉嘛對不對 至少就是還沒掛掉嘛 3combo 補3千1而已 就這樣來來回回來來回回來 比的是耐性 因為如果你不小心 嘟咕一下就再見了 睡著了就沒辦法 這個 不可抗議 應該說是人的生理反應嗎 我的1燈CD18 18回合 等級7的還ok 堪用 這個還有4回合 CD數要自己抓一下 5combo基本上我夠了啦 就是 3連5combo的話 4連的話應該可以更省 啊不用這麼省吧 2combo 轉一下轉一下 3個 喔有點危險喔 要補多一點 好看我的轉珠 大家應該會比較心驚一點 因為轉珠穩定度不是很高 4個 這時候 攻擊數有點多 我先轉一下 這個星 這個火珠太多了 好大聖 很癥結點就在這裡啦 你沒有滿血就很危險 然後我的BOSS史萊姆都沒練 都沒練 那個時間凍結 要動很久 喔1燈回來了 喔耶我的1燈回來了 好 如果有5combo的水準應該 這樣的隊伍應該是輕鬆過啦 我看起來應該是沒問題 哎呦喂啊 喔 血量就是 介於快死跟 跟復活之間的這樣在盤選這樣 現在攻擊數比較少 欸我有這個了 時間凍結可以用 看一下 轉一下就好了 先轉一下 打出比較煩 喔漂亮喔 左邊的攻擊數我已經看到矮眼很久了 因為我一直 執著於要補血 這兩個都用掉了 應該是沒關係啦 欸天降欸賺到 這時候就有點稍微卡到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有一隻 珠缺可以轉 時間凍結一樣是 那個救命用的 只要有3個新珠 用時間凍結去製造多combo就可以了 我會盡量製造 5年的新珠 因為強化珠補的會比較多一點 真的手很慘不知道為什麼 錄影人很緊張 我手有點不太受控制 combo數做不出來 3combo而已 這時候 看是我們要凍結還是補血都可以 不過這兩隻都還有 都還有技可以放 其實不凍結也是可以啦 你看這樣combo數 唉唷好危險喔 這時候 哇不動不行了 1 2 3 4 5 6 不要跟他冒險 雜豬消一消 找最短路徑給他按下去就對了 因為我速度沒有很快 等於是有兩招救命劑啊 哇靠 現在是怎樣啊 這時候就要開一燈了 因為看起來檯面上蠻多攻擊珠的 沒有可以轉的 我平常這樣看到多舒服啊 可是這時候看到就不太舒服了 因為我要的是新豬啊 因為我要的是新豬啊 你攻擊珠給我那麼多又沒有用 因為我的新豬才是我的攻擊珠啊 大概4combo啦 如果有4combo的水準應該就可以了 可是是要每次喔 這個強調一下 喔好可怕 我剛剛被我沒有補掉新豬 我已經真的 有點恍神到了 真的在恍神 靠一燈再救就對了 2 2 4 2 4 6 7 2 4 6 8 好我們轉這個 轉多的就對了 沒辦法我 手在發抖 我是說真的 我真的在發抖 因為太刺激了 你打這麼久啦 你不想說一絲 一絲除千古恨 因為這樣穩定度是夠 可是 要很專心啊 要很專心啊 好像就是要轉光了 光了一堆就給它轉下去了 好像這樣它的攻擊力還蠻大的 因為我是全體攻擊啊 沒有發現我在邊轉還在邊看 真的注意力沒辦法太集中 那個 眼睛大了 手會抖 這個水珠很危險 這個水珠很危險 這水珠很危險 OMG OMG 水珠太多顆了 放鬆一下 啊 不要功虧一虧啊 其實手還是抖啦 說真的 其實不難啊 可是為什麼 我 想到又要來玩怒轉那一招嗎 不好意思等一下 有電話 喂 你說怎樣 不然你先回來 我現在再錄一套吧 你先回來啦 對啊齁 好先這樣 好 拜拜 不好意思啊被打斷 好 我們快要game over他了 這個 一燈才五回合 應該是ok啦 等到他西地回來的時候 又是 又是 一輪猛虎了 攻擊珠把它清一清 真的 不然攻擊珠卡在那邊 你會讓它轉心 是非常危險的 最危險就是這種狀況 好像現在也有一點點 還ok啦 只要把 雜珠清掉 好 這回合盡量能夠補滿 就補滿了 原本一燈還有兩回合 要撐一下 撐一下 噢耶 一燈 沒關係 先不用用一燈 沒有危機 不要急著開 好 一燈都是 危險的時候再開啦 這個隊伍 通關是不難 只是你轉出的時候 不能因為 因為好打就隨便打 我決定開一下一燈好了 因為這兩個 CD轉一下 攻擊珠太多顆了 我剛剛最後那一下不打算斜轉 因為看起來有點危險 噢現在好多攻擊珠喔 是怎樣 開下去 開下去 他快 他快GG了 所以你們看像我這樣轉都可以過了 我相信你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打起來會很刺激啊 只是打起來會很刺激啊 這個心臟要有一點那個 心臟要比較大一點 右邊被我破壞了 不過沒關係 你只要4COMBO左右應該就可以了 還有一燈還有一回合 好快了齁 這個 不要急 還沒KO掉都不算 好慢慢跟他打 我們一步一腳硬力 畢竟他學了一百多萬 多的有點誇張 看來他要死了 可以開一下 因為剩一點點的話 基本上少一下應該就死掉了 還沒死喔 所以真的不能輕敵 這個什麼豬可以不排 都沒關係 但是你的水豬一定要排到 全部都是火豬 哇 再見了 不好意思你以為你是火雞龍放火豬 蛤 Extra Extra 掉寶箱 算了算了 以上打法還給大家參考看看 就是用史萊姆王打 Extra的火雞龍示範 那示範到此 結束 謝謝大家 的收看 掰掰